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重则可能会要人命 但是对很多人来讲 从这大家就会想到 不管我们在市的时候 你说阳市讲格局吧 那你说走了以后 讲所谓的风水 不管是从棺木 然后到骨灰坛 圣货到墓地所有这些 那种种之间在在 是不是都跟后世子孙的一些的生活 或是运势会有关系呢 如果真的冒犯了一些禁忌 又该要怎么样去解套 那你又该怎么样去看待 包括我们在阳宅的格局 各方面的一些情形呢 今天在节目现场 为您邀请到一些特别来宾 从这则新闻一直一起来看一看 不管阳市或是到了阴市 到底该怎么好好过这一事 OK 那一开始为您介绍 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 左手边第一位资深媒体人戴智阳 小哥好 大家好 民俗专家易选老师 大家好 资深检古师阿妹姐 大家好 殡葬业者张嘉诚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来 律师简大伟 大家好 好 那小战 这则新闻就是发生在台南这件事情 摔棺导师 坏预兆 我刚讲 所以现场的人都吓死了 我平常跑 几乎常常跑殡仪馆 不管是按键 不管是公祭 我们都很少看到有所有的意外 所谓的意外发生 可是台南这一件就真的很特别 那他这个过程就是说 那有一位无性的往生者 他准备当天要上午要进行火化 那火化我们一般是 在殡仪馆公祭会场结束 公祭结束之后 大家大体就要移到火化场 那这时候我们那个礼仪公司的人 他会先把这棺木先抬上这个运私车 运棺车之后 到火化场之后再抬下来 放置在一个 那我们讲这种类似推车的铁架上之后 推进火化场 因为有个小斜坡 结果轮子歪掉 其中一个轮子歪掉 那整个推车就有点斜了 那其中有个 理事一看到状况不对 他赶快施力要把他扶正 然后往门里面推 就往门里面一推的时候 又卡到那个火化场的大门 一卡到大门之后 那整个棺木就抬下来 那抬下来大家都怕死了 那整个都裂掉 那议题有点外露了 负责推官那个李医师 我觉得他最悲情 因为事情由他而起 所以变成说他当天 整个棺木掉下来之后 他处理完之后 他就一直跪在灵堂前面 然后就跟这个死者道歉 第一方面要先得到家属的谅解 那当然家属一开始是有点生气 那看他跪了那么久之后 其实大家也有一点释然了 不过就是说后续要怎么处理 才不会影响到 他这个还在世的家人的那个 因为那个下跪的同时 可能祈求两种谅解 一个就是家属 这个就是讲我们阳世之间的 那个就是人际礼仪了 就是你总是要得到人家的谅解 要不然你把人家搞成这样 另外一个就是 不希望因为这个样子 把自己搞到就是你不知道 冥冥之中会出现什么衰运 应该是这样 为什么 其实这点是你看像媒体上写说 在云林曾经发生过过程当中 绳索断裂 棺木碰到门槛 虽然最后完成下葬一次 但不到三个月 上家又发生家人的死亡案件 这些过程 一学老师 所以那个导官衰尸 它会影响这么大 其实是没错 那我们先讲一个比较遗传记忆 其实要跟玄学跟科学 要搭在一起 才不会说叫做怪力乱神 那一般而言 我们都是父母亲所生 那我们都遗传到父母亲的基因 那父亲他的基因就是50% 那母亲就是卵子就是50% 那剩下100%的我们 所以我们的父母亲 他的大体怎么样 那阳世间的子女就是会怎么样 所以这是一个遗传的基因 他们如果身体的骨骸过得不好 一样我们一样会过得不好 因为我们身上是遗传到 他的遗传基因 那所以你在这个大体它掉落的时候 一样就好比我们是重摔的 所以他掉下去他的子女也会有 对 会有重摔的感觉 那再来一个 如果你在棺木 一般我们棺木会放在客厅里面 像这个台湾的习俗 这个大体都是棺木会放在客厅里面 那你要出的时候 你一段绳子 你去撞到龙边的这个门槛 那代表半年三个月到半年 我们家中的南丁龙边代表南丁 就会出事 那如果你撞到湖边代表女口会伤身 这是有这个在的 可是这不是故意的 我第一说像这个衰官导师 就是刚刚讲那个过程 那大家都不是故意的 但一这样弄下去以后 要马上跪着去祈求 我跟你讲 那个祈求有两种 一个就是阳世的家属 希望大家谅解 但其实某种程度 心里面最改优的应该是 属于已经走的那个 就是那个跪的 最主要是跪他吧 对 那这个就变得又反问过来 就是很简单 今天你这个台湾的人员 是故意还是虚意 还是无意的 无心之过 那你无心之过 我们当然就是跪求 往生者 跟跪我们阳世间 就是让家属 就是得到他们谅解 但是回想回来 就是有很多的点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是否是我们的当事者 往生者 他有心愿未了 还是说他有什么样的怨气 你这个子孙 我就是我想要看那个 比较热闹一点的 结果你没有犯热闹的给我看 那我当然就发脾气了 我就绳子断掉 也有可能就是 我突然间就发生 一些什么样的状况 因为我这个爸爸 他很喜欢去看那个场次的 他想要看这样的场次的 所以会有不同的 是不是 就你给我这么装严肃部 对啊 也有可能 还是说这么的随便 你们这些兄弟姐妹 为了这些家产 好几亿给你们的家产 结果你帮我办得这么的简单 也有可能是死者 他有什么一些心愿 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怨念 他想要表达 那因为他表达 是人的 他没办法去表达 他可能透过这样子一些 神机 灵异的现象 来告诉你们 我在想什么事情 那其实我们解决的方式 是很简单 我到位建议就是说 既然发生了我们这个台关的礼仪式 你也不用紧张 我真的是无心之过 赶快买这个申礼 然后来跪求 得到他的原谅之后 然后重新折日 然后呢 入恋 要再来一次 要再来一次 再以玄学来讲 台湾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要重新再来一次 不是就是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然后请他再回去 对对 然后再追进去就好 没有 不行哦 已经打成这样 这样吗 明天有机会跟着打成这样 要重新再路练 重新再封钉 然后再重新再火化 OK 那这样才是正统的 可是 对 OK 余权老师告诉他说 这个才是正统 因为等于是 过程当中那样的舒适 也不要让他走得心灭 会有点挂碍 或者是什么那样的 可是大伟 这个某种程度 那这件事情 没有讲到法律上的问题 可是 如果家属就觉得 第一个 如果照刚刚一轩老师讲 我要再来一次 那这个再来一次 会不会有费用上的问题 然后为什么 或者是家人看到 那个状况心里面 会很痛啊 那有没有可能 要请求损害非常 先说啊 就假设这件事情 是单纯的人为舒适 而不是死者责任啊 没有自己想要 就热闹一点的话 那这个在法律上 叫做很经典的 所谓的占量管理人 注意义务的一个案例 他的意思是说 你收了钱 就一定要付一个 连一般人都可以 注意到的这个注意程度 那这个案件来讲啊 就是不要说李医师了 一般人都会注意到 在台关的时候 不要让尸体 不要让大体啊 就是暴露出来 当然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经典的违约嘛 那问题就在于说 可不可以请求赔偿 当然可以 可是麻烦一点在于说 你要怎么去跟法官协调 怎么跟对方协调说 你这个大体曝露出来 会造成多少金钱上的损害 怎么量化 对这个量化是非常困难的 不过我觉得家属 也不用太担心的原因 是因为 我们现在法律也规定说 就痛苦这种精神上的损害 就是跟金钱没有关系的损害 在这种违反注意义务状况之下 依据明法227条之二 也是可以去赔偿的 那不过刚刚有讨论到说 他这个赔偿金额到底多少 那就是真的是 非常非常主观认定 那法官会去衡量 你这个家里的经济状况 比如说 现在大体曝露出来 是一个有钱人家 你跟一个没钱人家 他的金额就会不一样 那或者是说 我跟这个死者之间的感情 非常非常紧密 或者是感情疏离也会差别 因为主要是在于 补偿这个生者 他的这个痛苦 所以说 他这个金额都会不太一样 那至于说 要不要再重来一次 这个我认为是单纯的 就是民俗问题 那法律上不会说什么 一定要重来一次之类的 因为我们法律不讨论这种民俗上意义 OK 如果其实真的 发生像这样的事情 你可以想象对所有的震撼的感觉 但是最震撼的应该就是 负责所有作业过程的殡葬业者 李医师 或者这些 家臣从事这样的行业大概几年 大概实际操作 大概将近六年 将近六年 对 有没有看过发生像这样的状况 这种状况 其实我们也是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什么样的状况 在家中要进冰箱冰存的时候 就曾经有一位同仁 他就是在要准备进冰箱 手没有扶好那个托盘 也是滑落 整个大体就这样 砰一声 掉落在地上 就像新闻中的家属一样 大家也是立刻下跪大哭 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这位同仁 手滑的这位同仁 他也是相当的自责难过 心情一直无法抚平 也是跪在往生者的灵前 点箱道歉祈求原谅 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位同事一个案例 就是在帮往生菩萨在做更衣 换衣服的时候 我们都要先用剪刀 把他身上的衣服给剪开 那甚至他在剪的当下 以为是剪到衣服的缝合处 可能有比较硬的厚的那一节 甚至说有的 他不会剪到肉了吧 对 他在剪的当下 以为是剪到衣服的缝合处 可能有比较硬的厚的那一节 甚至说有的 他不会剪到肉了吧 对 然后有的往生者 他本身穿的衣服比较多 所以他在剪的时候 我们那剪刀都很锋利 这样留下的时候 他就跟村里振下去 振下去的时候 村里振下去 奇怪 怎么湿湿的 看一下 哇 流血 伤口长度大概将近十公分 然后媳妇女儿看到大骂 你怎么把他剪成这样 当下立刻 联络逢补修复师来做处理 然后这位李医师 也跪在林前 道歉 频频道歉 那这事后 这位李医师 这位工作人员 他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一直都睡不好 然后整个人就是无精打采 他是不是 他睡不好是不是有梦到 梦到那个 一直想说就停了 事后我们问他才说 然后就是在 大家就看到他 整个人销瘦了一圈 然后就问他说 你是不是生病还是干嘛 怎么不去看医生 他才把他说出来 他说 这几天他晚上睡觉都做梦 梦到当下 他把阿公的衣服剪开的时候 那个皮肉剪破的那个画面 然后一直睡不好 然后直到有一天 他跟朋友去宫廟 里面有一位师傅就走出来 就对着他讲说 小人呐 有些事情 自己能做你就做 你要老师跟家属要红包 那你业障很重 那旁边有不干净的东西 那积点应得消业障 那当下师傅就是在帮他做 浸身处理 然后这样子才化解掉 一群老师这个更不得了了吧 你把人家肉都剪破了 其实我们对大体就是要尊重 台湾的习俗就是对大体 不管是李医师 还是筛工还是法师 你去要到这个商家 你要去做这个法式的科医 甚至是要来修复大体 要来整理大体 都是要非常地尊重 那这个你一旦不尊重的时候 这些往生者 他都其实 他都站在你旁边在看着你 他瞪大眼睛在看着你 你只要你不做好的话 他晚上都回去陪你了 有时候会把你招牌 甚至有时候 你还有收了那么多的红包 你没有把它做好 你有可能自己本身 像这个神职人员 法师 道士 你自己本身都会有疾病会产生 都是会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一个道德 职业道德的一个道德观 但我们刚才从一开始讲到现在 大家都知道就往生者 对 加成 你们叫往生菩萨嘛 对不对 OK 那你说要入棺木 然后所有这些 我们讲在殷世的 所有讲殷宅的东西 从棺木开始就是殷宅 OK 那另外就是进了火化以后 那当然就是骨灰坛这些 平常摔棺 你说导棺摔尸这些 已经是很不尊重了 当然 那过程怎么会这么出手出脚 但你想想看 好歹就还在那个 那个大体还在 但如果入了骨灰坛 那个坛可千万不能松手 因为那里面万一风一吹 你就不知道到哪去了 这件事情就更严重 阿民姐 你有看过那个 就是在骨灰坛处理的时候 里面有 因为大家都常讲说 其实那个殷宅常会说 后世子孙如果有什么不顺的 你就回头去看一下 看墓地 看骨灰坛 看那里面 我有叫人放什么东西 还在这里面 有看过吗 我们伯伯都处理到 他这帘铁也很多 帘铁也很多 有一个要有人选代表 他算是说 他有去拜托人的潜事 又处理这件事 处理这件事 他又处理 处理他们的风水里面 那算贪 算贪的是 他们不知道他们的 哪里不能去就对了 没有吃铁钓里有铁 他们铁钓的时候 看着说 我们这铁钓本来就不是这个方向 怎么参加这个方向 就这样看你 再看 看好就带出来 里面就是有 有的就是 它就是 它开房子 有的就是 它开房子里面 有的就是 兄弟中邀來 中邀來 中邀來 中憲 憲哥說 憲哥說 他們也是兄弟 買也沒有計較 他們是當天 也有請神明來 他請神明來 他是說我們 兄弟 大家都是 同流 白 同流 副生的 你要更好 要買得更高 要賺得更多 讓你的靈力 所以有人會幫你計較 你不能把這個東西 把我們的祖先 這個老公裡面 有查詐是什麼人 他們知道 意思是人不想說 他們不知道 還不再不說 人家就是 旁邊穿著 這個老公不可以進去 因為那個塔裡面 有收拾 有收拾 老公不可以進去 一定是他們自己 一家的人 才有收拾 可以開 可以進去 他這樣做 那個人有賺錢 也有賺到地位 他們的兄弟也知道 人家要把這個問題請你 好 有說 大家兄弟說 叫我來說 不論怎樣 我們兄弟大家要擔心 不可以有這種事情來發生就對了 阿明姐你剛才說的 這是同一家 對 然後後來發現那個裡面 雖然大家都知道 可能是哪一個兄弟 在裡面放的 好奇那個符 一群老師 所以那個符裡面 是可以寫說 老大不要 老二好 老三怎麼樣怎麼樣 是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放釘子是要幹什麼 其實這個是一個封官司 包括法師的一個道德 那我們在封 這是要入翁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儀式 那燒完大體之後 它要等它冷 冷了之後 我們大概會冷 大概一個半小時之後 所以我們才過去 要要求骨子裡面 那這個瓶一般 它有分外殼跟內膽 它是有兩層的 那內膽是用這個 有的是用塑鋼做的不一定 那在減的過程當中 我們會先請法師 先清淨內外膽 法師會用符下去淨化 淨化這個內外膽 淨化完了之後 第二個就是會請家屬 來跟你講說 你有沒有要入寶在這個底座 那個所謂的入寶的儀式 就跟中國古代一樣 就是一些培葬品 類似這樣子 就是說希望往生者到那個地方去 他在那個空間過得很好 然後也利用這個培葬品 入寶來逼我們怕損 只是說入寶的儀式當中 有的是好的 有的是壞的 但因為這個瓶裡面 它有分大房 二房 三房 四房的位置在裡面 那也有可能就是在這個法師 可能他就是 塞了一包給這個法師 那法師就說你是三房 那我可能就在三房這個地方 把你錄了很多的鐵釘 那鐵釘我們叫團釘的意思 鐵釘口會旺的意思 那燒的符 有可能就是燒他的升官發財的符 就燒在裡面 那其一八里的 如果他是燒在三房 那我們的一房 二房跟四房 他就不清楚嘛 那當然 氣就會吸他們的氣供給他 所以一房跟二房跟四房的氣 就會被他吸過去 這幾個就比較不OK 我以為釘子跟那些是不好的 因為每一次講到 各位你知道在政壇 常常最常就是 那誰要去禁足大衛的時候 發現過程不順 結果就回家去看祖坟 就發現那個你旁邊的龍蚊 或是旁邊什麼 被人家釘了幾根釘 我以為釘釘子是不好的 其實釘釘子你要看 如果是以風水來講 釘釘子是把那個 吹滿了氣球 擦釘子讓它洩氣 代表它這個龍穴 這個鳳穴虎 氣就消掉了 氣就消掉了 OK 在社會新聞應該常聽的 其實所謂骨灰坦 各種發生奇奇怪怪的事 比我們在殯儀館 看到這種事多多了 那其實前一陣子苗栗 苗栗有一個年輕的男生 他去海邊汽水 結果不幸溺斃 那溺斃之後 那他爸爸媽媽當然傷心 因為獨生子 那附近的家人 還有他的親戚朋友 就在警告他說 你小孩子這樣子 算是冤死 冤死 那會不會是說 你們家裡的祖坟 很出問題 所以你是不是要去看一看 那可是他們就想到 因為之前他們的父母 過世的時候 那那個時候 因為原本要 這個所有的骨灰都入翁之後 可是原本要找這個鷹宅 對 就是找這個目的風水 找不到 所以他們就暫時 把這個骨灰坦 寄放在當地的一個萬善池裡面 對 那萬善池 它外面其實有很多很多很多 放一些類似一個 圓桶狀的東西 就好像給人家寄放了這種骨灰坦的地方 那他們就寄放在那邊 那寄放久了之後 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沒有去處理了 放過快二十年之後 就沒有人再處理了 那我覺得這一點我覺得最奇怪 那好 那現在過二十多年後 他們的兒子死了 那所以他們才回頭去做這些事情 好 那他們趕快回去找到了這個 爸爸媽媽的骨灰坦之後 就像老師講的 一打開之後 第一個 媽媽的骨骸不見了 骨灰坦是空的 空的 對 媽媽的骨骸完全不見了 好 再打開爸爸的骨骸 看到那個景象是他們會嚇死 因為不但爸爸骨骸也不見了 那裡面還放著兩個小稻草人 然後而且還滿新的 那這稻草人的身上 還有用布包著 然後同時間貼了 一個稻草人貼了一張男生的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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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相片的背後 還有寫上某某人的一個名字 名字 名字 生成八字 甚至連地址什麼 全部記載了一清二楚 那他們剛剛是到時候 不知道該怎麼辦 他們也不認得那個照片 對 也不知道這個人是誰 也沒聽過這個人是誰 照片上看人也不認識 所以他們就想說 會不會被人家做法 被人家做法之後 才導致他們的小孩子 就後面才會出事 所以說這個狀況就非常非常的詭異 但是到最後也不知道 那個照片上是誰 對 最重要的是 後面他們想要重新撿股都沒機會 因為都不見了 不見了 對 都不見了 這是什麼狀況 一九老師是什麼狀況 就是你借人家的房子住嗎 那你還貼兩張照片 這什麼意思啊 擺個草人貼草 其實這個 就我剛剛講的這個不是 這個就是說 其實在我們法師當中 也有正派的法師 也有邪派的法師 那有些邪派心素不正的法師 他可能收了人家的大紅包 那某某的當事者 希望他藉由法術 類似像毛山啊 還是一些古法古毒之類的 還是巫術 然後去害某個人 那我們這個 這個像稻草人貼相片 這個在我們的這個道家來講 台灣的道教來講 它是屬於射魂法 射魂 射魂 然後就是要把貼照片 跟出生元日 還有助使那個對方 男的跟女的 把他的魂魄設在裡面 射在裡面 經過七天的射魂法之後 找一個窩 把它丟在裡面 然後把它氣悶起來 那結果可能這個法 它的方式有點錯誤了 所以就找到 當事者的這些的子孫 因為他剛剛有講嘛 就是密閉的 密閉的 那就是一樣跟就是 關在裡面是一樣 就是有點沒有空氣死掉的 那一般而言 我們是建議不要這樣子 你法師如果做這種事情的話 一旦讓你的主神知道 你的主神如果是媽祖 還是關公都知道你在做這種壞事的話 法師你的法律會被吸走 那一旦被吸走的時候 因為我們要當法師都要上刀梯 要救抓 要發誓的 那你已經有發的誓了 發的毒誓了 結果你還做這樣的事情 法師會兵敗如山道 那重點是 對於那一家人很無辜 就是他怎麼莫名其妙 他們家的父母的那個壇裡面 那骨灰到哪去了 沒有關係我們可以做衣冠種 我們可以做衣冠種 請正統的法師幫你做衣冠種 然後這個骨骸 我們可以做這個假的骨骸 用那個扭機 還有這個椰子的來當頭 做這個衣冠種就可以了 不過剛剛講到這個 阿民姐請問一下 像剛才小代講說 要找一個好的風水的地方 本來是希望把他父母的骨灰 要找個好風水的地方擺 因為還沒有找到嘛 所以就先擺在萬善池 先擺著 所以有很多就是先擺著 會不會有人找不到的地方 就放在那裡 有什麼 驚訝我們家 有喔 我們家裡有關 有骨骸 沒關係 我有同伴到一個 在那邊 那邊 人家的好像風騎不出席 跟他拿什麼 像剛才這樣說的 這個 男朋友的名字 寫在裡面 他好像有兩個是 有亂愛 要不結構 他把他上架開 架開這個男朋友的名字 寫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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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寫在那裡 寫在那裡 寫在那裡 對不對 還從什麼呢 從我們那裡 有兩個學生 學生一個基金 騎車撞死了 撞死也不知道 不知道說就是 這風水的問題 再一次 還有一個第二 騎車自己撞電 那條 然後再問神明 再問神明說 跟他說你們有風水的問題 你經去看看 看那風水是怎樣 對 他去看的時候 這個男朋友去看 他也不知道 那就是做風水的人 介紹 直接帶我去那裡 帶我那裡 帶我來的時候 他就把他倒進去 後面 還有 還有他把他倒進去 這些問題 他來的時候 你久不見了 買了我把他倒進去拍 看到了 我就趕緊把他倒進去 把他倒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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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說 他這個粉撇 整個身體 對頭部都倒進去 更刺激 還有一支 還有一支 我們要把他倒進去 把他倒進去 把他倒進去 這種問題 沒有這樣做 其實剛才阿美姐 所講的這些狀況 在民俗上來看的話 當然有很多人 會相信是這樣 可是大偉 你怎麼去跟法官講 就是因為你擺了那幾根釘 那幾根針 然後那些 所以到最後 他的兩個小孩一個 你怎麼跟法官講 對啊 在這種案例中 什麼把這個骨灰 給拿走這件事情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構成什麼 竊盜罪 或是傷害罪之類的 那我們是 大部分的實務見解認為 它不會構成竊盜罪 原因是什麼 因為竊盜罪 一定要竊取人家的 動產才算數 可是曾經法務部說 這個骨灰它的作用是什麼 它並不是拿來交易的 這很誇張 違反三良風俗 它是拿來紀念用 所以它並沒有經濟價值 它既然沒有經濟價值的話 它就不是法律上所謂的動產 所以單純把骨灰拿走這件事情 是不會構成竊盜罪 可是我們這個 你像講完會不會有很多人 都跑去拿人家 骨灰 拿要幹嘛 不知道 可是問題是 其實我們國有一個善良風俗 所以其實有一個叫做 褻毒祭典及侵害坟墓屍體罪 很長 它就是為了說 避免說 因為這個 不會構成竊盜罪 大家就去 妨害祭祀 就是侵害屍體等等 所以只要 剛剛這樣的情況 把東西丟進去 或是剛剛說把它弄濕 或甚至是弄不見了 讓這個屍體 或是說這個骨灰有毀損髒物的話 就會構成這個罪 那至於是我剛剛說 導致腰痛什麼的 這個可能在法律上比較難過 我建議不要找律師 找法師會比較好 對 因為這個在法律上 各位你知道 就是包括我們在講說 單純的詛咒 或是民俗上之間 你在法院裡面它很難做 可是說實話 民俗跟法律 它本來就是某種程度 是兩塊的東西 那你要相信這一塊 然後你某種程度 是你的自己心理狀況 是不是你相信的話 你覺得你的心神比較好 或什麼 都會有相關的一些影響 可是剛才講的那天 有很多觀眾覺得不可思議你 人家的骨灰台裡面 去擺人家那樣的一些東西 這樣子 那一般 那要擺進去 是你們會幫家屬處理好 然後是家屬最後捧著要擺進去嗎 所以你在這六年裡面 有沒有也碰過那種 就是有家屬覺得很怪 跟你們說去看一下 什麼方向不對的 你們也擺這個擺那個 你有沒有碰過什麼 通常 尊體在進入火化炉之後 出來的時候 會有檢骨絲在檢骨 那往生者他生前 例如說有做人工膝蓋 骨頭有斷掉 有打釘子鎖螺絲 這甚至有可能 然後在檢骨的過程中 因為骨頭已經脆化了 搞不好就有一顆釘子 一個螺絲沒有撿起來 跟著入瓮這樣子 那比較細心比較專業的 這個火葬場的檢骨絲 他們會在哪個磁鐵 掃一下 吸一下 掃一下吸一下 對那甚至像我們現在的 西市火葬官那個小釘子 都會吸得起來 對就是防止萬一 那如果有釘子這麼長的 應該就是人為造成 對因為打在骨頭裡面 不會打個這麼長到這種地步的 那像我們曾經服務 也是服務過一位老先生 那就是經過兒子通報確認後 就到醫院陪同兒子 幫爸爸接往到殯儀館 那在這一切的事情 喪事期間都很順利 就唯獨在 幫往生者要拜飯的時候 我們要確認說 爸爸阿公你有吃飽嗎 要跟你拔杯 如果吃飽就給我一個聖杯 就唯獨在拔杯的過程中 非常不順利 一直到這個老先生 頭七的前一天 孫女做夢夢到 夢到阿公坐在床邊 阿公說 阿公說 這蟋子平常是穿了得好洗好洗 怎麼這次穿起來 怪怪比較暗 那兒子聽到喔 打電話 馬上趕快打電話給我 他說 佳誠 他就跟我陳述一些事實 他說佳誠 因為當時候爸爸在醫院斷氣 只有他一個 那鞋子是他親自幫爸爸穿上的 那雙也是爸爸生前喜歡穿的 那因為爸爸身體就是水腫 腫大水腫 那鞋子穿下去喔 我比較暗啊 他就這樣子跟我講 然後他說這件事情只有他知道 因為當下只有他在醫院 然後我們離人員陪同他 接往殯儀館 那我一聽到之後我就說 好沒關係 我幫你準備兩雙尺寸 不同的尺寸 然後加大的鞋子 好我幫你處理 我就帶著去殯儀館 請工作人員開殯儀 我就幫那個老先生 把鞋子 真的有比較緊 脫掉 然後我就先放在旁邊 幫他換上合適的 然後我拍照 讓兒子比較安心 從那一次事情過後 到頭七晚上 一直到禁塔 拔杯 拔的都先杯 都很順利這樣子 所以真的就是因為 那雙鞋的關係 對 小鞋子 小鞋子 你剛才講說你們家也會有一些人的 驚訝 是寄放在你們那裡面 在你家裡面 不是在我們裡面 那鞋子在那裡沒有人的手 那是在外面再來的 他說 他們裡面沒有平安 一個人要再來鞋子 我就把道路拍去 道路拍去看下去 我真的 我是說他們放在那裡 鞋子在那裡 你都不會有點怕怕的或什麼 就晚上會不會有人 來聊天或什麼 沒有 我在做工作 還有那個 夢者的我來打電 我來跟他說 跟你說什麼 跟我說 那個時候在新增 補一個補 他穿的衣服 是穿的 以前的那個 米粉底下 白的那個 做蓋的那個 是穿到 補一口補一口 他跟我說 他沒去之後 讓那個 頭抵在這裡 不夠兄弟的頭 把他抵在這裡 抵在這裡 還抵在這裡 要痛苦 痛苦不跟他的兒子說 跟大孫說 對 讓大孫的心臟都這樣 穿不起來 跟這個 經常平衡痛苦過面 還說看平坑這樣 他們孫跟他們老爸說 阿嬤風水那麼多年了 你怎麼不要跟他叫這樣 如果有這麼幾年 就要不十年了 一次再說 就沒有叫他再加了 再痛苦 他們這孫子又痛苦 再說 說兩遍 第三遍 就再叫他 叫回來 他去那時候 我是不去 同一人叫回來 來處理要做的時候 他們老爸老母 什麼孩子都來 我自己問 我在處理的阿嬤 在面前看看 他穿的衣服很簡單 穿的以前的七分褲 跟那個衣服 跟我說他 他買兩間房子 他買一間給大小小子 還有一間給小小子 我問說阿嬤 你到那裡睡覺 你怎麼穿這樣 你不敢穿 我就騎著買給兒子 四歲 這樣就得了 大小的房子都流到 第二小子 選代表 就 開開 所有開口 像我們把那間房子還沒了 他也說了 阿嬤姐 請問一下 你別看過 就是剛剛講說 因為我以為電影那個姥姥 素精姥姥跟小倩的故事 那個真的有人給我大腿 如果要是真的被那個樹 如果要是一直往下盤 盤到棺木裡面的話 你有看過那種盤到那個人家 有 身上的喔 有 這個大小 這個大小裡面這個 他跟著兩肋肉筋也有 皮膏也有 齊也有 身上的兩肋肉筋都有喔 你說那個樹根一直排下去 砍到這樣 他就再存在 那他的怕孫子會怎麼樣 會 他的媳婦 他的媳婦就是 都眼睛痛 這個 腋痛痛 平肝痛痛 骨頭痛 他到後來就 都有醫生看 就是 看一看就治就不好 到後來 再問神明 他也說風水對 來骨骼的時候 就整個身上都抗我的草花筋 他的草花筋又大條 把那些東西叫起來 QQ通通 來就好了 所以這樣 一群老師 像這樣的話 被樹殘到大體 或是所有這些 對後世子孫會有這樣 對 沒有錯 那其實要講這個的話 我老師剛好這邊有一個 老師跟信徒服務的一個照片 那中間穿黃色道袍 這個就是一群髮師 那我們看到一般 在撿骨的過程當中 就是要點骨 點骨 什麼是點骨 點骨就是它的骨頭有沒有缺 有缺就是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東西 就下去補 補好以後 我們會看到地上 有一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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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是要把它包起來 手指頭因為比較細 怕說你到時候放下去 它又四散了 所以我們用這個紅色的布 把它包起來 包好以後 由法師念這個點骨咒 那點完以後 最重要一個就是 大家注意看 老師手上有抱了一個頭 老師手上有抱了一個頭 那個頭 然後我們會用蠶絲的布 把它包起來 在台灣傳統的禮書 就是要用蠶絲布把它包起來 那法師會拿著毛筆 然後拿筆拿筆拿筆 拿筆拿筆拿筆 為你白白心 金布禮 高架怕孫會同心 這要念法祖 另外以後 再問他們你要不要錄寶 所謂的錄寶 就是錄 有的用錄這個文昌筆之類的 那我們會把它幫他錄進去 那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個蟲 有錢人會用好的蟲 沒錢的人可能會用比較便宜的蟲 那你一葬在下面 有時候地震 有時候南部還有人在養牛 牛會爬上上面吃草 會亂採 那一採破掉之後 上面如果長樹 還是長大的植物 它的根就下去 我曾經處理過 還有裡面還有蛇的 還有躲蛇的 我們一打開 差點被蛇咬到 所以這種工作 真的不是人幹的工作 是 但是沒辦法 然後看到他們偷工還更厲害 骨頭撿起來 你要拿煙給他抽 還是要拿檳榔給他吃 他手就這樣撥一撥 就直接拿起來 就吃了就抽了 我說師傅 你剛才摸過那個大體骨頭 他說沒關係 習慣了 其實這是剛剛講的 心症就好了 這是誤的 誤的問題 你剛剛講說 那位法師就是你嘛對不對 對 然後手上拿了一個頭這樣 對 那顆頭還讓你中了五萬 這是一個算是蠻神奇的故事 他答謝你喔 對 因為我把它做 就是一個正統 黑頭撒夫的一個法式科儀 台灣傳統 黑頭撒夫的一個科儀 那做完以後呢 我就是拿這個骨頭 這個人頭 然後再幫他畫這個五官 畫五官的意思就是 讓他在陰朝地府走的話 有頭有臉有身分有地位 那畫好以後呢 突然間眼睛跟我眨了三下 水包張開跟我講 法師啊 你把我做到這麼好到 我們小勤 保安給你太少 我幫你補兩次 你還記得喔 一一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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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不見了 那我都做完了之後 我要回家 等一下 法師 這一段是發生在什麼時候 大概三四年前 不是 我聽說 是在你做的過程 他跟你講 做的過程當中 還好我的骨頭 沒有直接丟掉 如果沒有膽子 可是你直接就丟掉了 因為他昨天張開眼 你不是晚上做夢他跟你講嗎 沒有 他直接就講的 太不知意 聽到聲音 對對對 然後呢 那回來我在路上 我就跟我的助理講 剛剛這個皇宮 有抱了兩支名牌 要不要給他試看看 他說他答謝我的 就千千看嘛 他就打電話 就千千看 結果到了九點四十分 我們那個好朋友 就打電話給我 那牌從哪裡來的 怎麼那麼準 兩支都開 然後他補給我一個大紅包 五萬多塊 所以我從那一次之後 我就覺得說 對往生的人 就是一定要很尊重 要做好 這是一個真實的一個 如果在現代的話 他可能就會跟你講 他覺得台積電不錯 他可能會講的就是這一段 對 可是小蔡 我們剛剛講的都是 屬於英宅的部分 其實我平常講 對我們台灣人來講 很多人大概信的 信英宅的人 非常都覺得說 會影響到後世子孫 那你說洋宅 洋宅一般好 洋宅一般的格局 說實話 大家要裏廚或什麼 也會請師傅來看一下 大概也都會 可是一般這種 真的影響這麼大嗎 因為其實台灣現在 到處都在做下水道 就是我們有時候看到街上 會在挖那個井 那這個巴黎這邊 新北市巴黎 前一陣子就發生了一個 很罕見的案例 那也就是說 他們在做下水道施工的時候 譬如說我這邊是住家 就施工單位 然後就在我這正前方 去挖了一個大洞 挖了一個大洞 然後日以忌業在那邊挖 因為底下要錢盾機在那邊走 好 那挖了一個大洞之後 這個住家就開始 怪異的事情發生了 一開始發生什麼事 他的兒子嚴重車禍 嚴重車禍 但一開始發生第一件事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一般人 也不會去想太多 當然 就是不小心 就是不小心嘛 然後開始 他的公公 走路的時候 跌倒 那就是這一家 這個女主人的公公 走路摔倒 傷得也很重 那開始覺得怪怪的 怪怪的就是說 為什麼家裡接二連三出事 那還沒有多享的時候 又再隔大概一個禮拜 換婆婆了 婆婆外出運動的時候 又跌倒受傷 那個 因為公公婆婆都是很健康的 那怎麼會突然間的 而且也太頻繁了 對 接連跌倒受傷 又太頻繁了 好 這個時候開始已經起疑了 所以他就去質疑 這個施工單位 他就說那不對喔 我們家最近常常都發生 這些怪事 是不是你在我家這邊 弄了一個大洞 所以直接對到我們家 有問題 這個時候 他就換他們家隔壁的人 發生問題 因為他們家隔壁鄰居 一樣 也是一樣 就生病 生了大病 那他們開始附近的住戶 都開始矛頭指向這個井 那後面他們去問施工單位說 你們怎麼施工的 然後去問工人 結果後面發現更好笑的是 除了這個井以外 它底下有一個暗溝 就是未來要沉莊雨水暗溝 就是這樣正前方 直對我們而來 而且水流的方向是 直接衝過來這一邊 那這位女主人 她心裡就大概有譜了 她就說 第一個 你在我家前面 弄一個那麼大的陰井 然後後面 這個水又直接沖到我家 那我不就是沖煞嗎 所以我們家才接連三個人出事 還有包括我旁邊 隔壁鄰居也出事 所以她要求施工單位 還有縣政府 你馬上給我改善 那其實 就像剛剛歷史講的 這種東西 對啊 那有人說 就是因為你施工引起 又不是說 家裡貪了還是怎麼樣 對 我是承辦單位 我要報上去 說我要改變這個設計 為什麼 因為有煞到人家 因為有煞到人家 那上面的人會被K我一頓 對 就不對嘛 所以這個縣政府 一開始也都不想理 但是後面 大家還是有說 基於民俗的禮儀 然後就想說 好 那我來幫你這前面 稍微美化一下 然後這個 弄上一個漂漂亮亮的蓋子 然後那個出口 這個井的出口 弄到對面 比較不衝到 你家的那個地方 所以後面 他就 這個婦人 又在他家的門口 再裝了一個八卦鏡 想要反射回去 那可是有趣的就是 雖然一切事情都處理好了 那先政府 也花了80萬 把它美化 那這家人也欣然答應了 可是後面 不久之後 他們家又有人出事了 對 那就沒有用的意思 對 那就原因 就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不過這些事情 我不曉得 醫生老師請問一下 第一個在陽宅的格局上面來講的話 剛剛講那個衝啊 煞啊 或什麼 有什麼是大家很明顯就可以注意 注意一下就可以規避掉的嗎 或是我們一般在住家的格局 平良心講 有很多 我們的電機前面觀眾們會覺得 家裡面為什麼 男主人小三 女主人小王 或什麼 有些人也會覺得說 是我們家的格局有問題 或什麼 這些格局有沒有什麼事 是我們平常大略上應該是 一看就可以注意的地方 其實像智陽剛所講的這個 他挖了那個森 那麼一個洞 那個在玄學當中 俗稱叫空王煞 空王煞是一直要裝人的 除非你把它舔平了 那水流呢 對沖到他家 叫水刀 我們俗稱叫水刀 因為那個氣場在 那一般而言呢 其實你家裡面的格局當中 最怕的就是房中房 什麼是房中房 所謂的房中房 就是你房間裡面 你的主臥室 小孩子的房間又還好 如果你是主臥室裡面 房間裡面又有一個房間 還有一個房間 叫房中房的房 那不得了 小三小四小五小六都會再來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房間的格局 但是我們就是沒有畫 我們單獨畫主臥室 這個是主臥室的門進來 這是一個床 床位在這邊 然後這邊是 這個是我們的洗手間 那這邊還有一間叫更衣室 那就已經是房中房 然後又房中在房 所以這是不OK的 可能你的老公還是你的老婆 可能就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 還是兩個人都有 兩個人都有可能都會有 所以這是比較嚴重的 所以這個要特別要注意 那這個要怎麼辦 就把那個房的門拆掉 那一般而言 我們會建議就是說 你就趕快乾脆 把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把它打掉 然後把它連成 就是房中房就好 可是這一個門 我們不要 我們那一個門可以關 它確實有那個形狀沒有關係 但是你可以做這個 不透光的門連布 把它遮起來 不要有那個實質的門板可以去開 OK 那行程就有門反煞 那如果你還是會怕 沒關係 老師還可以教你一個撇步 你可以買一個凸鏡 買一個凸鏡 然後用紅色的牽字筆 在上面寫個極力的極 然後呢 在這一面牆把它黏住 把它反射回去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化煞了 OK 對 那剛剛那個智陽所講的那個 除了我們的家裡面的羊仔 你去對到任何的一個煞器 你掉八卦鏡 八卦鏡也是一定要經過老師加持 不是去買一個八卦鏡 掛下去就可以嗎 有很多的信徒 他可能說 老師我就去國去店買一個 對啊 那我隨便一掉 其實沒什麼過爐也沒用 就是一般我們正統的法師 要幫你加持這個 就是要化符 用朱砂 那如果你這個煞 是很嚴重的煞 我們就用鴨血 鴨血在我們台灣的炎 要去就是把你壓過去的意思 你要這樣子 才是一個正統的科医的力量 三海鎮 才有辦法把這些東西鎮住 那你只是到薄莓 bid去買一個三海鎮 還是買一個凸鏡 還是買一個八卦鏡 拿到廟裡去過個爐回去 弄著 沒有什麼用途 OK 那我們一般在房間的 就是洋宅的格局上 有沒有很簡單要大家注意的 譬如說大家都說什麼 上面不要有量 或什麼клад 有沒有這種很明顯的 要提醒大家可以注意 如果是主臥室來講的話 我們都知道 因為台灣的天氣 有時候現在慢慢比較炎熱 那現在客廳裡面 不只是只有裝冷氣 還裝了 電風扇 電風扇 那個吊扇 那吊扇客廳原則上 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曾經處理過是 人家房間裡面 他還裝了吊扇 吊扇 吊扇俗稱叫雨刀煞 因為它一片一片 很像那個羽毛的雨刀煞 那你這一轉下去不得了 夫妻重則就是生病 甚至是意外 那輕則就是破財 感情夫妻就感情不好 所以這個風扇是絕對不能裝的 不過這個一般也可以想像 你說裝在客廳也就算 如果在睡覺的地方 上面有一個那個 一直轉 你也不知道萬一它掉下來 就是打到的那種感覺 對不對 這個有很多時候 其實你說不管格局 格局風水的這些事情 跟科學上面有的時候 其實還蠻相通的一些 但是剛講的這些 大尾 可能一般碰到的小三小王 通常 除了找法師 一般人就找律師了 對不對 沒錯 像剛剛說 如果有小三的話 那當然就是賠償問題 可是如果有小四小五小六小七的話 一直賠 但因為我們是說 法律上是一罪一罰 這個也是 你發生一次關係 可能就會罰一次 所以說 這個有小三這件事情 比起有數個小三這件事情 就好像釣魚跟撒網一樣 這個很多個小三一定賠的比較多 但當然我們還是會建議說 在這種夫妻感情關係裡面 其實除了這個風水要注意之外 還是要溝通跟忍讓 才能讓你的婚姻比較順序 比較順利 不至於會有這個婚外型的產生 OK 其實我們今天所聊的 你說不管是洋宅的格局 銀宅的風水 所有這些 對台灣人來講的話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非常深信不疑 當然你說信者很信 可是不管怎麼說 如果要是能夠處理到 讓自己的心理順遂 會覺得說順心如意的話 其實有很多時候 這些大概都提供一些參考 但不管怎麼說 可能還是自己在帶人處事 各方面 包括身體健康 自己要多注意一些 恐怕才是正道 OK 那非常謝謝 今天所有來賓 也非常謝謝觀眾您的收看 鄭正有時 我們下次見 拜拜